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来增强我们心气的方法 这个呢,比如我们出现心容易上火呀 比如口干、舌道、还有一些长疮的 包括有些人经常的胸闷、气端 尤其是最近感觉不舒服的 我们可以做一做这个方法 就是把我们的两个手掌的掌心放在一起去搓 搓什么?搓劳工 我们劳工呢,是我们心的这一个口 我们干啥?就把它放在一起去搓 好,两个手掌放在一起去搓的 可以先朝一个方向 比如顺势针 我们先搓个100到300下 然后呢,再反过来逆势针 搓个100到300下 大家搓的时候呢,可以坐在这里 把你的心静下来 或者是你躺在床上没事了 放在那里去搓 数着数 慢慢的去坐 慢慢的去数 你能感受到你整个人的胸口 就是我们大概这个心躯这个地方 其实越搓越舒服的 而且呢,越搓 感觉你的呼吸越通常 好,这个方法呢 特别的简单 帮助我们降心火 增强心气 有一些人胸门气胆的 担心心脏的问题的 一定要认真的去做一做 认真的去体验 好,想学习更多的养生方法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或者在视频下方点赞 评论留言 谢谢